大家好 本天线课程模组的开发是由教育部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计划下 电磁教育跨校联盟计划所支持 那这个天线课程模组呢我们总共分成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之前已经提过了是有关天线原理与基本参数 那我想如果有兴趣的同学然后没有看过的同学呢 他们可以到YouTube上搜寻就可以找到 那这个部分呢是第二部分那我们名字叫做天线阵列理论 那基本上在这个这个部分里头呢我们就是将每一个个别的天线单元 把它当成就是一个点波源一个point source 那我们就以这样的点波源当单元 然后拿很多个很多个这样的点波源拿很多个天线 然后组合起来来设计阵列 然后我们就可以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场型分布 那我是台大电机系跟电信所的程式员 那首先是outline的部分 那在这个天线阵列理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总共把它分成细分成六个主题 包含第一个我们会从两个点波源出发 那讨论说有两个点波源所组成的阵列 它的特性是什么 那其中我们讨论的是所谓isotropic的点波源 那这个isotropic指的就是这是一个理想完美的点波源 这个点波源所产生的波呢 沿着朝着四面八方都是有具有一样的特性 也就是它没有方向性 那接着第二部分我们就会讨论说 那如果这个点波源有方向性要怎么来分析呢 那数学上我们会引入一个叫 场形相乘法则的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天线本身 这个点波源本身的这个不完美的特性把它分离出来 那接着我们就会来讨论说 如果我们用这些点波源来组成一个一维 一个linear的阵列 一个线性的阵列 那当然我们假设 每一个点波源之间呢 他们都是等间距的 那我们说当我激发这些点波源的时候 我都用相同的大小 但是呢 这些激发的相位 我让它是可以自由调整的话 那这个阵列会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所以这是改变相位的部分 来形成各种不同的场形 那这是第三个部分我们的主题 那相反的 在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主题的部分 我们就会讨论说 一样是一个 一个一维linear的阵列呢 如果我激发的相位都是相同的 那我们假设是一个 都是零度的相位 就形成一个browside radiation 那如果我激发的大小 做一些调整 那它的场型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在第五个部分 我们会进一步去讨论说 在这样子 透过改变激发的大小 每一个点波源 每一个天线单元 它激发的大小不同的时候 那我们有所谓的一个optimum 最佳的一个分布 这个激发的大小一个最佳的分布 可以让我具有一个比较小的波数 让我的能量尽量的集中 而它的这个silo 它的这个旁波数的高度呢 又可以维持在一定的程度以下 那最后 我们还会去讨论说 如果 除了这些一个一个的点波源以外 如果我讨论的是一个 一个完整一个连续的 一个点波源的分布 一个continuous的状况 那这个continuous array 它的场型跟 discrete 也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点波源 所组成这个阵列 它们之间的关系跟相似性是什么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 第一个主题 那就是两个isotropic的点波源 两个没有方向性的点波源 它们所组成的阵列 好 那要讨论这个 两个isotropic点波源 所属的阵列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讨论 第一个 当然什么是阵列 阵列指的就是说 如果我有两个以上的天线单元 把它拿来 组在一起 变成是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结构 那这样子一个天线结构 我们就称之为叫 是一个阵列 所以就是有两个以上的天线单元 所组成的天线 我们就称之为叫 天线阵列 那当然 以天线阵列来讲 最简单的状况 就是两个 两个天线组成 所以这边我们讨论 两个点波源 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 真为了简化讨论 所以我们这边的点波源呢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点波源 它是没有方向性的 沿着四面八方 它的辐射的状况 它的辐射能力都一模一样 那所以是一个isotropic的点波源 那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做个比较 就是后面我们会讨论说 如果它是囊isotropic的时候又怎么办 那实际上我们后面会说明 就是这个即使这些点波源 它不是 不是isotropic的 那我们事实上也可以用isotropic的状况 再做一个修正 就可以得到这个nonisotropic的点波源 它的阵列的场型了 OK 所以这边我们就针对 两个isotropic的点波源 先来做讨论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这些点波源可以形成一个阵列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最主要就是说 当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 我们需要某一种天线 这个天线呢 它可以产生某一种辐射的场型 OK 好那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反过来的 我们的客户 或是说 我们今天 今天我的老板 要求我们设计出某一种天线场型 依照我的需求 OK 那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办法找出 怎么样子的点波源 或是这样怎么样子的天线 所组成的阵列 可以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场型 那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 事实上 从数学上我们也可以去证明 任意的 给定的某一种场型呢 那我们事实上都可以透过 一些 一堆的这些点波源 不管它是不是isotropic 形成阵列 我们就可以来产生它 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理想 就是说 第一个点波源的数量是不限的 可以到无穷多个 那点波源之间的间距可以到很大 可以到几乎是零 就是变成是一个连续的分布 这样子 那所以基本的前提就是说 任何的场型的形状呢 我们事实上 理论上 我们都可以透过 用点波源所形成的阵列来组成 好 那所以我们接着就进入我们的主题 我们想要来分析 这个两个点波源所组成的这个阵列 那当然点波源本身都是isotropic的 好那我们分成下面这五个 分别有这五个例子来讨论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case是说 如果这两个点波源呢 我激发 我给它的这个激发的这个大小 激发的电流大小跟激发的相位都一样 OK 这是第一个状况 那第二个状况 当然就是说激发的大小一样 可是呢 它们激发的相位是差180度 那第三个状况就是两个激发的大小一样 那激发的相位差90度 那个in-phase quadrature代表就是差90度的意思 那第四个case当然是激发的大小一样 然后它的激发的相位是任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三个例子 刚好就是这第四个case的一个特例而已 OK 那最后是最general的状况 就是我考虑我激发的这个大小 两个激发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激发的相位也是任意的 那我们就分成这五个例子一一来讨论 首先呢 当然是当两个点波源 它激发的大小一样 而且激发的相位也一样的时候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个图 我们有点波源一号跟点波源二号 那假设呢 这个点波源一号跟点波源二号 那它们两个间距是低 距离是低 那我的整个坐标系呢 就以它们两个的终点当圆点 就在这个位置 圆点就在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坐标系的定义 就像右下角这个样子 所以 一号点波源的位置 就在x轴上 在负二分之一的位置 二号点波源的位置 就在x轴上 在正二分之一的位置 OK 那接着呢 我们就定义 我们就选择了某一个 整个坐标系的参考点 就是圆点 OK 那我们用这个圆点来做个讨论 好 我们现在的目的 当然就是想要分析说 那这样子 两个点波源 摆在这两个位置 那它们激发的大小相位 如果都一样 那对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原厂的这个观测者呢 他到底会观察到什么样子的 电子波的分布的现象 好 那所以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假设 距离很远 OK 然后这个原厂的观测者 距离很远啊 他所以距离R本身是可以 可以不用考虑的 那我们只要考虑说 哎 他在不同的方位角 phi 就像右下角这个图 这里的phi表示 这个phi角 代表就是跟正x轴的夹角 OK 好 那所以呢 对在遥远 在phi角度的这个观测者来讲呢 他就会收到来自1号点波源 以及来自2号点波源的 辐射出来的电磁波 或是我们说电场来表示 OK 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啊 那对于原厂观测者 假设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分辨 这个波是1号点波源来的 还是2号点波源来的 那我们知道 对原厂观测者来讲 他所收到来自1号跟2号点波源的波 这个场最大最大的差异 就会是在他们的相位 或是说我们在过去高中 或是大一物理所学到的这种所谓的 他们的光层差 最大的差别 就会是在接收到的时候 来自1号跟2号的点波源的这个电磁波 他传播的距离不同 所造成他们的相位会有不同 那他们的相位差是多少呢 他们的相位差其实就是 从1号点波源走到 右上角很远的这个地方 以及2号点波源走到 右上角这个很远的地方 的这个差别 那这个差别我要怎么计算 那我们就以圆点 整个座标系的圆点 当这个相位的参考点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 如果有个点波源摆在圆点 那跟这个1号点波源 他们辐射出来的波相位差 会差多少 那我们就来看 首先是1号点波源的位置 是在这个中心点 在圆点的左边二分之低的位置 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见 对于这个原厂的观测者来讲 那我所收到的电子波呢 来自1号的点波源的电子波 会走稍微远一点点 那这个远一点点的距离是多少 这个远一点点的距离呢 就是二分之低 再乘以cos phi 二分之低 再乘以cos phi 也就是我现在标出来这段距离 OK 所以它会多走这段距离 那当然电子波会越走越负 所以它相位就会落后 这个二分之一所对应的波场的这个角度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算这个角度呢 很简单 那就是二分之低 乘以cos phi 那这是它们的距离的差 好 那再乘上波数 或是乘上phase constant beta 所以我们呢 得到了这个相位差呢 其实就是这个二分之一 d下标r 乘以cos phi 那事实上这个d下标r 没有什么 它其实就是我的beta乘以d 或是有时候我们称之为k 乘以d k指的是wave number beta指的就是这个phase constant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二分之drcos phi 代表就是 原厂的观测者所收到 如果我有 假设我有个点波源在原点 它辐射出来的波 跟一号点波源所辐射出来的波 它们两个之间会有个相位差 就是这个二分之kdcos phi 或是这里所写的二分之drcos phi 那同理 对于二号点波源来讲 它比原点 假设原点有这个相位参考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二号点波源呢 它来的波呢 会走比较短的距离 所以它的相位呢 就会比较领先 所以它的相位就会领先多少 那也是一样 是二号点波源到原点的这个距离 是二分之低 然后做一个投影 沿着 沿着这个传播方向的投影 那就是二分之第一 乘以cos phi 那当然这是实际实体的长度 那对电磁波来讲 它看到的是几度 看到的是用波长表示的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二分之低 cos phi 再乘上k 或是乘上β就可以 那一样 你的道理也是左边这个 二分之低下标r的这个东西 乘以cos phi 那这个就是 这个相位呢 指的就是 一号点波源 比起相位参考点 这个原点 它落后多落后的这个相位差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是 二号点波源的波所领先的这个相位差的部分 比起原点来讲 那有了这个相位差之后呢 那我们接着就可以来讨论说 那对于在这个小 phi 这个方位角的方向上 原场观测者 它所收到 来自点波源一号 跟点波源二号 它们的电磁波加总之后 最后这个核 核也就是这个总电场向量的facer 这边所写的大写一 它会是多少 那就像这个数学式 各位可以看到 就包含了两项 第一项代表就是 点波源一号的贡献 第二项代表点波源二号的贡献 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10的部分呢 代表就是一个 场墙大小的一个factor 那这个factor呢 其实照理说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来自点波源一号 跟点波源二号的波 走到很远的观测者的地方 距离上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只是我们这边 因为是假设 原场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即便 它们两个有差别 这个差别比起真正实际的距离 也就是比方说 圆点到这个观测者的距离 是非常小 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个 这个衰减的部分 是1r分之1的衰减 所以差一点点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场墙大小 我们都一般假设成是10 但是相位的部分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相位的部分 就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2分之1 低下标R cos5的这一项 来补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项 也就是point source1 一号点波源的贡献 它的相位是落后的 有一个负号在前面 负j2分之大phi 那这个大phi是什么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低下标R 乘以cos5这一项 所以事实上 这个相位差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exponential负j 然后是2分之kd 或是βdcos5 这个东西 那同理 右边这一项 就是二号点波源的这个相位 会有一个领先的相 那就用正的j2分之大phi来表示 好 那这个大phi在这里 我们特别把它写出来 原因很简单 它其实代表就是 一号点波源跟二号点波源之间的距离 把它投影在这个 观测角小phi的这个方向上 他们的距离差 然后用波长表示 那所以就是βdcos5 或是叫kdcos5 这个东西 好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有了这个数学式 我们当然就可以把它做个整理 那数学上很简单 两个exponential相加 那当然exponential相 一个是指数是负 一个指数是正 它对应加起来就是得到cos 所以最后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得到的就是 红色框起来部分 总电场的这个fasor1 大1 就可以得到2倍 10乘以cos这一项 好 那在这里面很有趣哦 当我们在写这个总电场fasor大1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考虑相位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整理出来的这一项呢 它其实包含了2倍 它是一个constant 10呢 是一个厂墙大小的factor 也可以当成直接就是一个constant 所以我的这个总电场的相位呢 不会随着我的空间观测角度fine而改变 那当然前提就是当我的观测的观测的这个参考点 是在圆点的时候 或是是在这两个点波源的中点的时候 所以一般我们也称 对于这样子两个点波源的正列来讲 它的中心点 中心点就是这个正列的相位中心 那另外大家也可以看用这个 除了用数学的表示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 像左下角的这个箭头向量的图形化的表示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两根蓝色的箭头 分别代表就是来自1号点波源 跟来自2号点波源的贡献 那1号点波源呢 它是一个右下角的箭头 因为我们说 1号点波源的场是10×exponential 负的一个向位嘛 那这个角度的部分代表就是向位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分之大fine 然后朝着右下角就是负的向位的部分 那2号点波源的贡献的这个场呢 就是一个正的 所以是2分之大fine朝右上角 这两根蓝色的降量 我们把它加总起来 就是红色的水平的这个合向量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向量本身长度代表就是场墙的大小 那向量的这个角度代表就是你的向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管蓝色的箭头啊 它怎么改变 它的大小当然固定是10 可是它的向位呢 2分之大fine可以移动 那因为1号跟2号点波源的这个场 它们是对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往上往下是彼此对称 所以基本上最后合向量一定是水平的 所以它一定不会有这个向位的贡献 那也就是向位不会随着空间角度小fine改变 那所以就符合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 两个点波源如果激发大小一样 而且向位也一样的话 它们两个的中点就是这个阵列 这两个点波源所形成的阵列 它的向位中心点 那以这个点当观测球的中心点的话 我们去观察 沿着不同的方位角小fine 事实上它的向位都是固定的 顶多就是正符号的变化而已 OK 那另外除了向位以外 大家回来看到原本这个粉红色框框里面的这个式子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cos这一项 cos这一项 那我们就称这一项叫我的fuel pattern 场形 叫做我的场形 那这个场形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场墙的大小 随着观测角度的变化的状况 那数学上也的确是如此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os项里面有一个角度小fine 就是我的观测角小fine 也就是我的场墙大小呢 会随着我的观测角而有所改变 好那为了让大家方便了解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考虑两个点波源 向右下角这个红色两个点 就是两个点波源 假设它们间距半波长 那我们想要知道它的这个场墙大小的变化是什么 好那我们就把很简单的 来把这个距离D带进去 那因为D是半个波长嘛 那所以KD 也就是D下标R的这一项呢 就可以用π 用π来取代 我们就得到原来它的总电场 它的总电场呢 是两倍10xcos 那这边我们把两倍10拿掉 做一个正规化 纯粹只是因为我们只是想要在意 这个场形的形状的部分 它绝对大小 我们就暂时不忽略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用Excel 或用Mallet的一些软体去算一下 根据绿色框起来 这个cos 这一项来计算 你就会得到像右边这个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沿着正90度 负90度 会有最大值 正1 然后沿着这个0度跟180度 就会是0 那我们称之为是0点的方向 那当然在正负60度 以及正负120度的方向 分别你会得到这个0.707的场墙大小 那所以一般我们就定义啊 在这个区间就是所谓的 have power being with 那下半部也是对应的 那因为整个结构对X轴 对水平这条线走对称 所以整个场形其实就是沿着轴 把它绕一圈 你就会得到一个甜甜圈的形状 甜甜圈的形状 那这样的场形呢 事实上也蛮接近我们在dipo上面看到的场形 只是dipo是沿着水平方向摆 好 那刚刚呢 我们讨论了这个相位的部分 那我们说这个相位变化 其实几乎都没有变化 那这是因为我们刚好把我的整个旋转中心 把整个坐标轴中心点 选在这个正列的phase center 相位中心 也就是两个点波源的终点上 那当然大家就会很好奇 那如果今天呢 我的整个坐标轴定义把它稍微shift一点点 比方说 在这个case里面 就像右下角这个图 我们以1号点波源当成我的这个旋转轴中心 当成我的参考点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首先就先从数学上来看 我们现在就以1号当参考点 相位的参考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总电场向量1呢 一样可以写成两项 那第一项就是10 第一项就是1号点波源的贡献 那第二项呢 是2号点波源的贡献 那因为现在1号点波源是参考 所以它的相位是零度 那2号点波源呢 那就一样 我们就把1号点波源跟2号点波源的距离给抓出来 就是这个小d 然后它沿着观测角度小phi方向的投影 就是dcosphi 那再取它的电气长度嘛 就是用波长表示 所以就是乘以beta 或是乘以k 所以我们就得到 所以就是 exponential 正的j大phi exponential 正的j beta dcosphi cosphi 这个东西 OK 好 那所以这是数学的表示啊 那所以接下来只是做个整理 那我们就可以提出exponential 正的j2分之大phi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留在括号里面 就变成是exponential相加 那就得到cos的形式 所以最后呢 我就得到红色框起来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两倍 10的部分跟前面都一样 那cos的部分 其实跟前前 我们上一页头影片讲的也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多出了这个exponential term 而这个exponential term的意义是什么 不就是总电场 1 它的相位嘛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 我的相位开始会随着大phi不一样 而大phi呢 又是小phi的函数 大phi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它是跟小phi 你的观测角度而变化的 那换句话说 我的总电场1呢 会随着观测角度 它的相位会改变的 那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 如果是终点当参考点 当旋转手中心 当然相位 这个相 exponential相不会出现 但是只要不是在终点 当旋转手中心的话 你的相位的确是会随着空间观测的 小phi 而改变的 OK 那所以以刚刚的例子来看 我们就一样引入 刚刚那个半波场间距的 这个例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 最后这个 绿色的这个框框 式式子给写出来 那当然大phi里头 这个kd 或beta d cos phi 就是pi cos phi OK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一样可以用 就是这个向量箭头的图来做表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水平的这根箭头就是source 1的贡献 这一根箭头就是source 1的贡献 那它是相位参考 所以箭头永远朝向右边 那右上角这根箭头就是2号点波源的贡献 那朝向右上角 那它跟水平的夹角就是大phi 就是大phi 那所以它们两个合向量呢 就是这根右上角的这根红色的 朝着右上方向的这根红色的这个箭头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根红色的箭头 不止它的方向跟大小都会改变 会随着这个两根蓝色箭头之间的夹角而改变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的厂型 我的总电厂大1呢 它的大小跟相位都会随着大phi 也就是会随着我的观测角度小phi 而改变 那就所谓的field pattern 跟face pattern的问题 所以下一页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field pattern 跟face pattern 首先是face的pattern 这个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那以刚刚的例子来看 如果间距是半个波长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个相位向exponential的上面呢 只是正的j 二分之大phi 正的j 二分之大phi 那我们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个东西 二分之πcosphi 如果我考虑的间距是半波长的话 那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的相位给画出来 这个就代表我的相位嘛 那所以我左边这个图呢 纵轴呢就是二分之大phi 就是我的相位 横轴是我的观测角度小phi 从0度到36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得到这个黑色虚线的部分 黑色虚线告诉我们说 观测角度在0度的时候 会量到场的相位是90度 然后慢慢慢慢变小到 观测角度是90度的时候 我量到的相位 想到的场的相位是0度 点点点这样子 那沿着黑色虚线的部分会有变化 沿着不同的观测角度 我会有不同的这个相位 场的相位 那反观如果我是以前一个例子 以两个点拨源的终点 当我的相位参考点 当我的旋转走中心的话 那我绕一圈 所量到的这个场的相位呢 就会是红色虚线 也就是沿着0度的这条水平的红色虚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不会随着观测角度而改变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定义所谓的face center OK 那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face pattern 的部分 那field pattern 就是取大小 那绝对的大小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cos这一项而已 就是cos这一项 那这个大小的变化 你可以发现 不管你的旋转走中心 是在1号点波源上面 或是选在1号跟2号点波源的终点上 这个场墙这一项 长的其实都是一模一样 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在做天线量测的时候 你如果只是想要量场型的形状 这个场的大小的这个形状 OK magnitude 也就是field pattern的部分的话 那事实上你的旋转轴中心 如果offset了一点点 只要你量测距离够远 理论上对量测结果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对field pattern 但是如果你对face pattern来讲 就会像上面这个图一样 一个是很像synthoidal的这个变化 一个就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所以这会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异了 所以这个是在天线量测上 也要稍微注意的部分 好 那以上是第一个case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第二个case 当两个点波源激发的大小一样 但是它们激发的相位差180度的时候 会发生的事情 那在这里为了方便讨论 那我们就假设 我们就假设 一号点波源激发的相位是180 所以就是激发是负的 然后二号点波源激发就是正 这样子 那所以数学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总电场1 phacer1呢 就可以写成两项 一样 第一项对应的是sauce1的贡献 第二项是sauce2的贡献 所以sauce1这里有一个负号 代表就是因为两个差了180度 跟前面都一样 只有差这个负号而已 那相位差大φ也是 也是跟前面都一样 等于drcos5 这个东西 好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10提出来 然后变成exponential相减 所以我们最后就得到 sine有关的这个函数形式 所以最后就可以得到 这个粉红色框起来的部分 那两倍j10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前面的部分 把它当成就是一个factor 可以不用管它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constant 那后面有个sine 那个sine会随着我的phi 随着我的空间角度小phi而改变 好那在这个case里头 一样我们其实是以原点 以点波源1号跟2号的终点 当我的相位参考点来做量测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相里头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相位 随着小phi的变化的状况 只有看到magnitude 只有看到fill pattern的相 也就是sine这一相 好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边的这个这个式子里头 右边的式子里头 大家可以看到电场 电场等于sine的2分之π 可以cosinephi 那这是延续我们前面的例子 也就是两个点波源间距 是半个波场的时候 那当然dr或kd就等于π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东西 那所以呢 依照sine2分之πcosinephi的这个 这个数学式啊 我们一样可以用matlab或excel来做图 那你就可以得到像 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跟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 前面的图是正负90度的方向 有最大值 在这个case里头 其实是0度跟180度有最大值 然后呢 在90度 正负90度的方向上有0点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 这个场型会长什么样子呢 大家可以想象 因为它的结构呢 一样对称于水平轴 所以你要把这个场型沿着水平轴绕一圈 沿着水平轴绕一圈 就会变成是一个 两坨 左右两坨八字形的这种场型 OK 那这个这个场型呢 我们一般也称之为叫mphile 因为mphile就是末端发射的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的这个阵列呢 是沿着x轴 沿着水平轴摆设的 然后我的主要辐射也是沿着我 我的这个阵列摆设的方向 那前一个case 第一个case里头的那个例子呢 它 阵列摆设一样是沿着水平轴摆设 可是我的主要辐射方向 是沿着Y轴 沿着上下 那那个case 我们称之为叫brosine 称之为叫brosine 宽边辐射 这是两个蛮常见在天线方面的一个名词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则是假设说如果这个1号点波源跟2号点波源激发的大小一样啊 可是他们的激发相位差了90度 In-phase quadrature 代表差90度 那为了数学上的方便 一样我们以这个 两个1号点波源跟2号点波源的终点当我的这个旋转轴中心 或是当我的相位参考点 然后呢 这个90度我分别把它分配出来 1号点波源我假设它有一个-45度激发的相位 OK 那2号点波源有一个-45度激发的相位 这纯粹只是为了数学上方便 所以我们就一样可以类似前面的做法啦 考虑说对于在很远很远 角度是小phi方向的这个观测者来讲 它所收到的总电场facer大1会是多少 那一样会包含两个贡献 一个是1号点波源的贡献 就是我画底线的部分 以及2号点波源的贡献 那大家可以看到厂墙大小一样是10 那相位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这时候的相位啊 你会发现观测者收到来自1号点波源的相位 比起原点来的这个 如果有的话 原点来的这个点波源的相位 会差这一项 差这一项 这一项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拆成两项来看 后面这一项四分之拍就是45度嘛 这个45度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啊 我们说哎 激发的时候故意给他90度的相位差 这个90度相位差 我把它分配给1号是-45度 2号是正45度的相位差 OK所以这里有一个-45度的相位差在这里 那就是1号点波源在激发的时候 本身就有的一个-的相位差 同理2号点波源就有一个正45度的相位差在这里 好那这是激发本身所造成相位差 那除了激发本身造成相位差以外 还有就是波本身走的路径 它的光程差 那在这里面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1号点波源走比较远 所以它有一个-的2分之drcos5这个相位差 那同理2号点波源比起原点来讲 就会多出2分之drcos5的这个相位差 所以最后数学试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把90度分成两个45度 纯粹是为了数学上写起来比较漂亮 所以最后我一样就可以整理出这个红色框起来的部分 那2倍10一样只是一个constant factor可以忽略 剩下后面的部分就是我的fill pattern的部分 就是cos2分之drcos5加4分之π 好那一样我们做类似的事情 考虑一个特例 就是1号2号点波源之间间间距如果是半波长的话 那当然dr就是π 所以这边我们就把π取代掉放下来 那当然前面一样做正规化 2倍10把它拿掉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个例子 它的这个场型 fill pattern就可以写成cos的这个数学形式 那如果我用MateLab或Excel去画图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像右边这个图 就可以得到右边这个图 那在右边这个图里面 你会发现主要的辐射呢 都是朝左半边 那你的最大辐射方向在哪里 分别就是正负120度的方向 红色框起来这里 还有这个方向 就是我最大的辐射方向 它们分别就是1的绝对值的大小 那0点会出现在正负60度的这个方向 正负60度 这是我的0点方向 那除了这个之外 正负90度啦 还有180度跟0度都会是0.707 所以你会发现主要辐射是朝左半边 可是这个场型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丑 因为不管你是想要设计沿着M5 或是沿着Brosite方向的辐射 对于我们来讲 像现在我们得到这个场型 好像既不能说是M5 也不是Brosite 因为它最大的辐射方向 是朝向正负120度的方向 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利用 这个90度的相位差来产生 比方说单向辐射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两个点波元的距离啊 把它稍微缩减一点点 把它减半 变成四分之波长 刚刚的例子 两个点波元距离是半波长 那当然我们这边固定 两个激发的大小一样 激发的相位差都是90度的 OK 现在只是把距离给缩短一点点 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啊 利用刚刚的公式 我一样可以写出来 这个Field pattern 应该长这个样子 如果间距是四分之波长的话 那因为是四分之波长啦 所以这一项 刚刚是二分之拍 现在就变成四分之拍了 OK 那因为这个四分之拍的不同 所以我们把它做图出来 就会得到这个心脏型的这样的一个场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大值在哪里 在180度的方向朝左 然后朝右是一个零点 也就没有辐射往右边 然后正负90度是0.707 所以这个case 它的这个半功率波数宽 刚好是180度 就是左半边 所以它就是单向辐射 朝左半边的一种场型 好 那接下来是第四个case 第四个case 就是比较一般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两个点波源激发的大小一样 然后有任意的相位差 有任意的相位差 那这里的相位差 我们就用数学上 我们就定义成是delta 那为了数学上方便讨论 我们就假设呢 这个delta代表的就是 一号点波源它的激发相位 所落后二号点波源激发相位的这个量 叫delta ok delta代表就是一号点波源落后 激发的时候落后二号点波源的这个 这个相位差的部分 好 那用类似之前的讨论 我们一样以原点当我整个坐标系的这个 的参考位置 然后观测者在原场很远的地方 然后小phi的这个角度 那来自一号点波源跟二号点波源的场 我们就一样可以把它写成这两项的表示 写成这两项表示 一号跟二号点波源的表示 那总电场大一就可以由这两项叠加出来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相位差之二分之大phi 正负二分之大phi 一号点波源 二号点波源 比起原点 如果有一个点波源的话 比起来 它们应该分别会落后跟领先二分之大phi 那这个大phi是什么呢 就是下面所写的这个东西 包含两个component 两个贡献 一个是激发本身就有一个相位差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过啦 这个delta呢 代表是一号点波源落后二号点波源的这个激发的相位 所以一样这个delta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分别代表是一号点波源是负的二分之delta 二号点波源的激发相位是正的二分之delta OK 然后另外呢 这个 dr cos phi 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也会把它拆成一半 然后一半给一号点波源 一半给二号点波源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相位都有一个二分之一的相产生 OK 所以我们其实呢 对于以原点当参考点 然后一号点波源的贡献 它总的相位差 会是落后的 有一个负号 落后多少呢 分别就是激发的相位差 负的二分之delta 以及路径差所造成的相位差 二分之βdcos phi 或是二分之d下标rcos phi 这个东西 所以这边我们就把它写成 这个表示 这个表示 OK 好 所以有了这个东西 数学上就变得很简单了 一样是exponential相加 所以最后又得到了这种cos的数学形式 那我们假设 也一样把两倍一零给正规化给拿掉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最general的形式 当两个点波源 大小 激发的大小一样 在激发相位是任意 也就是相位差delta的时候 那他们所产生的这个fuel pattern 我们就可以用cos二分之d5 而这个大phi就是上面写的这个式子 βdcos phi再加delta 的这样的数学形式 那大家一样可以注意到 因为我们在这一系列下来 从第一号跟第四号的case 这四个case里头 我们都是以终点 以一号跟二号点波源的终点 当相位参考点 而这样推导出来的结果 数学形式呢 最后你会发现它的相位都会不见 所以代表的就是 只要激发的大小一样 这两个点波源呢 它的face center 一定位于他们的终点 位于他们的终点 好那最后就是最general 最一般化的这个例子 当我激发的大小不同 然后激发的相位任意 那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考虑过了 任意激发相位的这个case 所以这边只是做一点点修正就可以了 好那因为激发大小也不同了 所以这时候face center 就没有那么容易决定 所以那我们就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就以1号点波源当我的整个旋转轴中心 当我的坐标轴中心 当相位参考点 然后2号点波源在它右边 位置低的位置 OK 那一样我们考虑在观测者在很远的地方 方位角是小5 好那假设呢 1号点波源它的激发的大小是参考 所以大小是1 相位是0度 相位是0度 OK 所以1号点波源的贡献就是蓝色这根箭头 大小是10 然后相位是0度 好那2号点波源的贡献呢 那我们知道2号点波源大小不一样 所以我们假设2号点波源 它的大小是a乘上10 有一个factor a 那当然 这边我们是假设a是介于01之间 事实上不一定 它也可以是大于1的 只要是正时数就可以了 OK 好那所以就是a倍的10 a倍的10 所以大小的部分2号点波源来自2号点波源的这个场 它的大小呢 需要做一点修正 就是乘一个factor a 好那它的方向呢 它的方向就是大phi 它的方向大phi怎么决定 这个大phi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βdcosphi 也就是它们两个距离是小d嘛 小d沿着传播方向的这个路径的投影就是dcosphi 然后用波场表示就是βdcosphi 那就是这个大phi的部分 所以2号点波源的贡献的这个场呢 就是蓝色右上 右下角这个蓝色的这根箭头 那1号点波源的场就水平的这根箭头 它们加总和向量就是斜线的这个红色的这根箭头 总电场向量这根箭头 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子的结果代表就是我的总电场这个红色的箭头的大小跟方向呢 都会被你的a所影响 那也会被大phi所影响 也就是你的phase pattern 你的feel pattern 都是会随着观测的角度小phi而改变的 OK 那数学上其实如果你要推导也很简单 就是把10sr1的贡献 以及sr2的贡献 所以a倍的10再乘exponential 正的j大phi 这两项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这边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 而且把它写成了这个magnitude 跟phase跟相位的形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magnitude呢 当然10只是一个factor可以提出去 就是开根号 括号1加acos大phi括号平方 再加上asin大phi的括号平方 这是等于是feel pattern的部分 然后后面呢 exponential上面这个uptangent 这一项代表就是我的phase pattern的部分 其中大phi跟前面都一样 包含了两个贡献 一个是激发所造成的相位差 叫delta 一个是路径差的投影 所造成的相位差 也就是光层差 这样子 那这是最general最一般的case 好 那当然到这里 我们当然仅考虑了这个两个点波源的状况 那也考虑了这个点波源是isotropic的状况 那我们接下来在后面的时候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先讨论说 那如果它不是isotropic的话 应该怎么办 那后面我们也还会再继续延伸说 如果你是n个点波源又应该怎么办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天线阵列理论的第一个小节的部分